《雕刻刀》 《雕刻刀》一筆一筆 刻画出许许如生的表情 刻画出许许如生的表情 科班出身的叶国廷 從事雕刻藝術多年 對達摩祖師情有得衷 達摩就是刻它的精神 它的眼睛 做到最後都會飛起來 研究達摩多年 工作室擺滿各式創作 仔細收藏的畫作 達摩化身大忍 中忍 小忍 充滿傳義 也投射出藝術家對人生的註解 因為以前我們讀書的時候 都很窮 都要去辦公辦圖 都要去打工 在怎麼窮 在怎麼惡劣的環境裡面 都可以度過 那就是 原本靠外銷一品打通路 產業沒落 葉國廷轉而回歸創作 即使路途艱辛 卻咬牙不放棄 可是當這個產業沒有的時候 我們這個技術不要低調 再繼續地做下去 生懷好手藝不怕沒人欣賞 要用像達摩一般苦行森的精神 走出自己一片天 愛拼才會議 愛拼才會議 愛拼才會議的客家話怎麼說 能不能叫班長 對… 愛拼才會議 對… 愛拼才會議 愛拼才會議 欧阳三波一样